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金家仁 金家仁港人应港市 这段影片我没有打算出 因为昨天的每日专题时政 我已经耗尽精力 但在拍片时听到文俊卿的直播 他一开后就已经看到他 心情很差 但有自己个人的情绪 开了波 吊咎微辣 今天我这段影片是讲微辣 私隆文俊说的东西 我建议大家看他的直播 说真的 我是百分之百认同私隆文俊的意见 但我真的劝他不要激动 昨天WhatsApp也和他聊了一阵 我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 众所周知 我家人到最后阶段 我的话就不说了 因为最近接触的死亡实在太多 我自己感慨和感触 很多人不关心别人的死活 而微辣这件事也是 很多人都不明白 情绪病可以奪走不同年龄的人的生命 但其实很多香港人或者澳门人也是 不是不知道 张国荣、陈八强是怎么死的 而且你打开报纸、杂志 其实有些电影都有说 抑郁症是很严重的 是不是 好了 究竟为什么会造成抑郁症呢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我也说了 我精神病人的朋友有好几个 所以我很了解这些病痛、病症、躁狂症、思觉失调 因为我有看过那些心理学的书 我只不过不在说那些心理学学名字很难记 但我知道那些意思 其实基本上来说 那位死者曾经在微辣做过经理人 他为什么患了抑郁症呢 就是因为和一位主持相恋 我相信你有看过微辣也见过那位主持 他也有直播 生活愉快过得很好 好像结婚了 你问我 我对微辣没有任何大感觉 因为我自己喜欢看飞梦 不是因为飞梦的女人多 而是飞梦的台片是有政治含义的 以色形态相近 我是明白他们想表达什么 但是微辣呢 真的可以用毛利头 或者看完 第二天就不记得他们做了什么 那种感觉 很简单来说 他没有任何政治成份 只是说说一些扣女 幻想 打飞机 我说他们的以色形态 所以你问我喜欢不喜欢看 其实我不喜欢看 我也不太厉害 但有时候也知道 iPad那些会自己弹出片 你不小心就按着了 我看到他们也有很多人看 流量也不差 3号偶然跟我说微辣的东西 就说微辣那些人 就很坏 后面也有黑社会背景 他说不是吧 他拍一些糕片 糕不是吵糕的意思 是一个英文 就是说那些是扣片 我已经这么说 就没有什么政治含义 有关黑社会史 他说不是啊 他的背景很厉害 很黑感 我问他有没有证据 他说很多人都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什么 留意他的新闻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在刚才司徒文俊的直播 就证实了 而司徒文俊为什么这么生气 因为他看不过眼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群人的欺凌 令到一位年轻女 本来有大好前程 而断送了生命 而且这位前经理人 仍是要跟微辣 真是 这是事实 跟微辣的主持拍过拖 还要曾经为主持大过肚 分手逼他下子 其实之后 为何可以令到前经理人 有抑鬱症 其实是因为两个字 是乐 我不明白 他已经和你分手 又没有糾纏你 就算有 你整间公司的人 是否真的要用网络欺凌的形式 是乐 这个女孩 简单来说 你整间公司 一班人欺负女孩 最恐怖的是 前男朋友 是否真是政治正确的 黏在公司里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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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 我认为 真是臭瓶 出臭草 如果 余思和文俊 或者 3号所说 梅立 真的有黑社会背景 当然 黑社会 不代表是差的 黑社会 也有些人也有意气 但是 他们这班人 这件事 让我感觉 他们真的是骨子里的坏 因为梅立 他晚上发的声明 那段声明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对于 这位两年前 走了的同事 我们可以说 我们是没有恐吓他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欺凌他 跟我们是没有关系 你不是帮自己洗白 亦不是证明自己是冤枉 你是各种 你直接 其实不用这样写 你直接 我教你怎么写 你这样公布便可以 他死他贱 不关我们 作为前同事 那么多人 如果你们不是身有史 不是应该深切哀悼 为了他伤心 又或者你不是 拿回一些证据出来 拿回一些证据出来 我们曾经鼓励过他 叫他看心理医生 我们之前都已经关心过他 很明显你们一群人不是 完全是 完全是一个女孩出了事 你们一定是有单单打打 然后 直接用一些手机的APP 做出了流眼泪 那些笑人 搞到一位心灵本身 已经很脆弱 你要知道 落了小孩的女性 情绪是特别差的 你们还要欺凌他们 你们真的不是人 而微诺 其实有一群忠实的观众 我不知道 你们这群忠实的观众 是不是和微诺 都是 臭氧出臭草 看他们的人 是不是很欣赏他们的作风 觉得他们的作风 就是作风 幽良 能无形杀人 而不用负责任 是不是要鼓掌 你们这群观众 还是你们应该在他们的频道留言 叫他们出来开记者招待会 集体认错 做个样子也好 因为死者的表哥 就已经出来 在大气电波 说了 是微诺的人 恐吓他表妹 即是现在这位死者 亦都证实了 坏了 前男朋友亦都是微诺主持的BB 你说现在死无对证 说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 其实社会里面 文俊都说得很对 无论你黑社会也好 你一个毫无法治的中国也好 你良知也有 今天他说道德 坦白说 文俊对这群人说道德 我觉得他看高了他们 你问一下他心里面 还有没有少少善良的因子 会好少少 因为我真的未见过 这样对以前女朋友的人 他是不是糾纏你 是不是不愿意跟你分手 还是他做出一些自残的行为 令到你跟人分手了两个月之后 就趕快跟别人结婚 而你分手的理由就是不分主义者 不要紧 你跟别人分手之后 你认识别人没问题 但是事实上 其实你是不是一直都一脚踏两船 因为跟别人结婚 才跟这位前主持分手 你的理由也很假 无论如何都好 我自己个人看法 其实很多KOL 或者很多台 他们真实的一面 慢慢表露在事实上 他们的忠实的读者 或者听众 如果你明知道他们是混蛋 或者他们本身有一个特别的背景 就像微辣那样 原来他得到澳门政府超过一千万的资助 由2017年开始到2023年 大概是六年 这些资料不是我知道的 是一个网友 本身他是澳门人 或者是珠海人 知道这件事 就在群组传给我看 我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如果真的 我就想问 当然 看他那些人 很认同他们理念那些 那些都是混蛋 都会继续支持 我明白的 但是 混蛋到 搞出一个 根本 不可能 那么早 结束自己的人生 搞出人命 而你们都继续支持他 而不是抵制他 我真的要 用文俊卿 他说的一句话 其实不只是他说 其实以前电视剧 《无奸道》里面都说过 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 这个说话 我是很认同 但是 我也回回文俊卿 我回回他一句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只不过你自己的选择是如何 不要说文俊 也不要说美娜 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都令我很失望 真的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真的 选择了 有少少道德 而且选择了 人抹着 总要有良知 不妨去 美娜的留言 叫他们出来 真的向公众道歉 会好一点 而不是做宿头乌龟 好了 这条片就和大家说了 拜拜